好多了 那个苦字也是一样 历历皆辛苦 打开里面打开 辛苦 历历皆辛苦 对 注意就很容易就 苦就压在这了 苦 你还这样弄一下 苦 把它软口给提一提 历历皆辛苦 这要好很多了 底下的气跟上去 现在还可以的 好 再把这个从头到尾另一边 牙关打开 气看一下来 好吧 声音要送到这个 就是从上到下 维心丹田都要有 整个是气上下贯通 好吧 来 好了很多 就做那个历历的时候 你不要历 还是要这个上面有 历历 历历皆辛苦 对 有的时候这眉心还帮帮忙 苦 往上面还拉一下 对了 对 你收的时候是 这也有 气也丹田也有 苦 它就这么长 你看这么长个音柱子 对了 对了 很好 对不对 你现在讲累不累 不累 对 你看 不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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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喜欢听这个声音吗 是不是 哈哈哈哈 好 那刚才在讲的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说 要把它变成你自己的东西 就开始说话呀 要试试看 好 我们俩闲聊几句 你最近有多少阶课 我每个星期看看 每个星期好像每天都有两阶 两阶课到三阶课 好 你看 我的分析你刚才在讲话 你看 我每个星期有两阶到三阶 嘿 下来 马上就下来了 为什么会容易下来 就是我们在讲话的时候要兴奋 它是比较辛苦的 就是什么地方辛苦 不是生代辛苦 别的地方辛苦是为了减轻你的负担 但是现在你刚好是个反的 你别的地方不辛苦 你生代辛苦了 哎 重新再讲一次啊 我说你每个星期有多少阶课啊呀 想想再讲 我每个星期有 每天大概是两到三阶 这五天就是三五十五阶课呀 对呀 你看这样不是好多了 是不是 哎 最后讲十五阶课的时候 气还要下沉 除了上面要共鸣 下面要气 啊 就两头都要有 就是说人家讲的上下贯通 就这个意思了 啊 为什么人家讲 哎呀 它声音 扰音 呃 鱼音扰梁 三日不绝 它那个声音 它 它是 它是一个立体的 就有点像 我上次给你打了个比喻 就像一个龙卷风一样 你看那个龙卷风 它卷的时候 哎 对对对对 它这个是 很有一股力 很有一股力 这个力 是让 为了让你的声音 穿透出去 啊 你想 很多的歌唱家 他 你现在特别是 在一个大的剧院里面唱歌 你现在大家都会歌剧院啊 你去唱 没有一个话筒的 它没有扩音器的 哎 它要声音要穿过这个交响乐团 声音要送到观众 六层楼 嘿 好多人 哎 怎么要送出去 当然 它 当然 它整个这个房子 是根据声学和力学来建造的 哎 那它也要有 会 要会用嗓 它才行 要不然声音还是听不到 哎 所以他们这些 这个声音 它都是很集中 像 一些一股龙卷风一样 它声音可传的四面八方都听得到 它身体 就整个身体都在供应 哎 所以 对 所以 为什么就是说 老师讲课非常重要的 就是 你一定要知道怎么样 用一点 共鸣和 那个气息 这样子就会减轻你的负担 你那么大个教室 然后还没有扩音器 那个教室还是个平的 所以老师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职业病 这个就是 也是根据他用嗓的习惯 我上次讲 我们的头就是一个自然的一个穹顶 就像那个教堂的穹顶 像那个音乐厅的穹顶一样 要去运用它 如果你声音只握在这儿 这一节不要用它 哎 底下又没气 你说你那个嗓子 它怎么不累呢 肯定就要扯这个嗓子 是吧 扯多了就 我先说你这个疯独的